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想吃面条的时候 甚至会出现那种纠结的症状 比如说今天我有想吃小煮面 明天我有想吃肉卤面 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如果要说一个人能把他的爱变成一种喜好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美食队长文翔 就带大家找到了一家店 这个老板就是因为自己太喜欢吃面条了 所以就自己开了一家面馆 但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就看一看 最近这天真的是够热的 这个汤头滚烫的汤面实在是有点难下口 今天咱们换一碗干条面 吃吃怎么样 这一百二十二 南京人爱吃面条 这一点无庸置疑 这份爱不均于店的新旧 只要面条对胃口就行 生意可以啊 这中午老板所有的桌子 咱都做满了 咱们俩好吃的是几种呀 倒肉干净叫骨皮蛋 骨皮蛋 这是那个上面写的网红干净面对吧 对 我一般看到网红两个字 我会打个问号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呢 就是四年前开店的时候 也不敢叫这个名嘛 然后就是慢慢的 误课说这个网红 然后就慢慢这个 银城街上的这家面条店 比百年老店的目标 还有96年 但这并不耽误 他已经有了自己响当当的拳头产品 大肉加虎皮蛋 加雪菜 干净面 红中带鹤的大肉 正用挂不住的卤汁 彰显着自己的入味 油亮的雪菜 夹杂着点点辣椒 这是下饭的标配 最后再放上一颗裹满褶皱的虎皮蛋 任谁都不自觉地想要靠近 而这样一份干条面 竟是一位不会做饭的店主想出来的 我不会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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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味是怎么研发的 一开始呢 我是一名食客 我喜欢吃面嘛 我把就是南京 有点名气的都吃了一遍 然后当时是找了一个厨师 他也没做过面 我们大哥不嫌弃二哥 然后就一起 把这个事情做了 多去研究 多去试验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位不会做饭的店主 现在即便开启了面条店 依然不会做饭 这一切的不合理 在好吃 好研究的热情面前 全都成为了合理 前期估计三个月 就是把房子签了 但是呢 就是闭门在造车 然后三个月吧 一直在做实验 比如说在外面学个基本 然后自己回来研究 光卤蛋这个试了多少 得有100次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味道是不理想的 然后有的顾客来说 你这个不怎么样 那就是有一颗 不放弃的一个状态 然后慢慢地就在升级产品 这样的老哥也没放弃我 被无数吃货 千锤百炼出来的味道 自然值得一试 咱们要趁着这个面条 清新爽力的时候 就赶紧把它拌起来 哇 这个稍稍一拌底下的这个香气 就开始翻涌了 好香啊 非常酱 非常劲道 它是属于咸口加咸口这一瓜子 你裹上这个雪菜呢 怎么还能吃到这个雪菜的脆爽 好吃啊 怪不得大家都点这一块 来来来看看这个大肉 这个大肉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用我的手掌回笑一下 哇好厚实啊这个大肉 嗯 嗯 这个大肉真的卤得香软酥烂 你看 我轻轻一抖 都往下掉肉 看一下这个卤蛋啊 它是改锅刀的 上面滑的一道一道的 咬开给大家看一下 看了吧 你看这个卤汁的颜色 好入味啊 一份干挑 份量十足 也诚意十足 从一个人吃面 到一群人吃面 南京人对面条就是这么执着 尽管这不是一家二十几年的老店 但只要热爱 就是存在的理由 开面馆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我们年轻人做的餐饮 就是多创新 多做实验 餐饮的学问很高的 哇哦 您看这个大肉 加上虎皮蛋 还有这个雪菜肉丝 面条 这简直就是干饭人的标配啊 但是我觉得老板说的那句话 特别的好 这个年轻人创业做事情呢 就是要创新啊 要实践 其实你看他本身呢 自己只是喜欢吃面条 并不是擅长做面条 但是呢 还能把店经营的这么好 人最重要的就是一股拼劲啊 还能把店经营的标准 就是一股拼劲啊 就是一股拼劲啊